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好 院長好 本期聽說日前院長參加了一個 國發會的有關經濟方面的座談 現在台灣的經濟非常的嚴峻 再經過我們八年政府拼經濟的結果 目前經濟成長率下修到1.47% 在這個座談會裡面 院長你說到了幾個政策方向 請問院長你還記不記得 您講是哪一個座談會 我最近沒有出席國發會什麼座談會 報紙上面都有報導 在你聽取主機部 參加國發會有關台灣經濟的狀況 那是院會 行政院院會 應該就是昨天吧 應該是昨天的院會 昨天嘛 對 我記得就是在日前 昨天 院長你還記得你講了哪些政策方向 您是說怎麼樣去提振經濟嗎 對 主要的幾個方針 本期都已經把答案寫在上面給你了 其實就是現在您在螢幕上的那些重點了 是 那這些方針事實上 其實重複了非常多次 好像每次都是只有這些可以做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到有一個部分 我相信院長你是肯定的 就是說台灣很需要產業轉型 創新創業 尤其創新創業才能帶動產業轉型 對不對 對 那我想請問院長在創新創業部分 過去政院做了哪些的措施 創新創業其實從前年年底開始就 黃院長接任以後就特別成立了一個 創新創業政策匯報 那是交給我那時候當時副院長來主持 那麼底下分好幾個組 包括經濟部 包括國發會 包括科技部等等 大概包括有這個 幫助青年創業的這個青年圓夢網 包括 院長 我不要聽你的program 我要聽的是幾個方向 你抓到哪個方向 我想知道說你清不清楚創新創業的問題在哪 創新創業的問題 法規 資金 還有這個人才培養都有 是 對 那其實主要創新創業不外乎就是這些 人才 資金 法規調適 資本市場這些等等 那在這個 我先就 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就這幾個議題 跟這個院長請教 那我第一個想要問院長有關人才 我想請問院長 你清楚或是有接觸過台灣創新創業圈的這個人才 那你覺得他們的藍圖是什麼樣子的 他們的這個形象跟長相是什麼樣子 他們的藍圖啊 對 你覺得他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這個人或者是什麼樣子的特質 大部分都年輕 然後沒有被傳統局限 很有創意 這跟院長你在10月 2014年10月30號講的不太一樣 2014年 2014年10月31號 當行政院正在推動創新創業這件方案的時候 你說我們創業的年輕人都是媽寶 我沒有說創業年輕人 我說我們年輕人很多媽寶 但是他既然跟我們在創新創業裡面接觸了 他就已經不是這群媽寶了 是 好 那但是就是這個所謂的媽寶跟本席所認識的創業家 真的非常不一樣 本席是很多的創業家 本席是很多的創業家非常的tough 非常的堅毅 非常的堅韌 因為台灣的創業環境很差 那事實上 那事實上真正媽寶的是我們的政府 舉例來講 我們政府在過去推動了證所稅 證所稅推出來之前 因為害怕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力量 推出來一個半吊子的證所稅 結果這證所稅推出來要刻新貴公司的這個稅 而且很重 非常不利於台灣創新創業 結果被罵一罵這證所稅又收回去了 請問一下 是我們創業家是媽寶還是政府是媽寶 我不太知道說這個媽寶定義怎麼會套到證所稅政府身上 因為你們被罵一罵就不敢做了 該做的租稅正義你不敢做 所以現在租稅是不公平的 好 那現在我們想要問下一個問題 在公司法規上面台灣年輕人最擔心的是什麼問題 公司法規 對 在修法上 在公司法規上面 過去的法治讓年輕人不利於創業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他們的這個創意沒有辦法在公司的股份股權裡面適度的反應 很好 那謝謝 就說可以了解說這個議題 年輕人最怕最怕的一個議題就是說 我今天努力了奮鬥了創業之後 結果因為我需要資金 我整個經營權被拿走 好 那所以說行政院在這部分 推出了所謂的必鎖行公司法 那我想請教院長 現在必鎖行公司法有幾家 六十幾家 六十幾家 好 那我想請問院長 必鎖行公司法主要的核心修法精神是什麼 核心修法精神就是 不是資金如果有創意 這種也可以當作公司股權的一種認定 還有呢 那個勞務啊 技術啊這些都可以把它折成它的資金來參股 我想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一個不一樣 跟其他的公司型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還有呢 這個它是一個整個章 整個章 就像是 既然說你是要解決年輕人害怕擔心經營權被拿走的事情 失去控制權的事情 它主要的修法精神是兩個 第一個是說技術勞務是可以入股的 第二個部分是說無面而至 我希望你們還記得這部分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問一下部長 好 那今天我用必鎖行公司登記了之後 我可以 我因為這個業務擴張 我可以準備IPO了 上市櫃了 請問我現在因為用必鎖行的方式做的這個股權設計 我要怎麼轉換成上市櫃的模式 我 這個我可能 這個 我的猜測它應該有一個什麼方法 不過我想 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 會不熟悉這個方面的題目 院長你不會覺得這個很奇怪嗎 你自己推出來法規你都不清楚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我們神行政院裡有分工 你們知道現在用必鎖行公司登記的這些企業 他們如果將來業務擴張 有機會上市上櫃的話 他們沒有任何的辦法可以轉換 因為必鎖行現在這個法規跟現在目前的公司法是衝突的 根據公司法的規定 你只要上市櫃 你就要轉成公司法的這個面額十元 然後特別股要轉換成普通股這些等等 那所以說 你們原本的美意其實 我覺得應該不會這樣 你覺得不會這樣 現在就有這樣的法規空洞的問題 院長你這是在逃避還是在說謊 我現在就在跟你談這個問題 因為這東西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年輕人 他們就是希望有自己的經營權 所以選擇必鎖行公司的法規去登記 可是這個法規告訴這些年輕人 跟他講說你不用IPO了 不然你要IPO你去海外 我不知道修這個法要幫助他們幹什麼 院長我想問你 請問下這個部分的空窗期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檢討 這個我會後請我們負責 當初負責規劃的這位政務委員去跟您說明 什麼時候會有報告 什麼時候會有修正方向 是不是需要修正我都不確定 但是事後會後我會請我們負責政務委員去跟您說明 院長這件事情真的很嚴重 你剛剛提到 必鎖行公司法 目前有63家公司登記 基本上你們是看出來他不會上市櫃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他一旦上市櫃 這些這63個可能之後會更多的企業的年輕人 知道你們挖了一個洞 讓他跳進這個坑 到時候會變成很嚴重的社會議題 我現在還不能跟您認同 所以我說會後請我們負責這個案子 因為政務委員不能上台被說明 所以我說會後請他去跟您說明 他來自業界 他對這個事情應該蠻清楚的 所以我說您現在講的這個現象 是不是有誤會或是怎麼樣 我不太確定 我會後請政務委員去跟您說明 好請院長就是在一個禮拜之內 可能把這個部分討論一下 我希望在這部分的修正是能夠快的 因為創業家不能等 那接下來我想問 我現在想問一下院長第二件事情 我現在想問院長第二件事情 另外一個法規也是為了要幫助年輕人創業的 院長知道是什麼法規嗎 我們有好多相關法規 我不知道委員在講哪一樣 是不是包含比方說像群眾募資 還有這個有限合夥法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在做一些很重要的法規的修改 是有限合夥公司法 請問一下現在有限合夥公司法 在去年九月份這個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後 到目前為止有幾家登記 不清楚 不是很多啦 單位都沒有答案嗎 現場有沒有人要支援一下 院長我要告訴你答案嗎 請 林家 林家 你們修這個法林家登記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請委員指教 旁邊有沒有人知道 請問人指教 因為他重複課稅 因為他重複課稅 有限合夥公司法 就是為了要鼓勵有創意 有技術有勞務技能的人 可以順利募資來實踐他的夢想 他是類似 by project的這種公司 舉例來講像李安 吳寶春是我們台灣鼓勵的這樣子的人才 他們拍電影他們做麵包 可能需要資金入股 那這個公司法主要就是希望說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公司型態 好然後主要的課稅 在國外他主要課稅的人 是這個公司的這個合夥人跟投資人 可是在台灣因為你稅法不修 你這本身公司的形體 他不是穿透性的 他也要課稅 所以重複課稅 你覺得台灣的創業家那麼笨 去設一個有限合夥公司法 然後被你剝兩次皮嗎 了解委員的這個顧慮 我們也是會後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從這個鎮索稅 一直到這個修法 我都一直看到就是說 你們一直在思考的 都是怎麼樣從創業家剝皮 創業家身上剝皮 這樣是真的有利於台灣的創業環境嗎 我們的心態不是這樣子 好 那另外我想要請問一下 有關這個資本市場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就叫一下院長 台灣目前的國民儲蓄率是多少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 好 請中央銀行彭總裁 您講的是禁儲蓄率還是毛儲蓄率 禁儲蓄率應該是二十幾個Percent 那毛儲蓄率咧 毛儲蓄率大概應該有在三十左右吧 那你會不會覺得三十左右比以往都高很多 因為他們就是消費的情況可能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儲蓄率會變得比較高 台灣的國際的台灣的國家的儲蓄率一直在飆升 可是家庭的儲蓄率一直在下降 年輕人的儲蓄率一直在下降 這些儲蓄率的來源 主要都是來自於所謂的中石戶 股市的中石戶 這些有資本的人 好 那這些資金呢 他們在台灣是不流通的 因為我們沒有有效的把它轉換成投資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就要救教院長 你怎麼樣能夠幫忙 把這些這種停滯的資金 這些來自於這種個人的資金 能夠引誘到說是投資這個新創 或是年輕人的身上 或者是社會企業都好 您說從企業儲蓄那邊去引導 還是從家庭儲蓄那邊去引導 從個人儲蓄 因為在這個國家儲蓄率裡面 很大部分的資金 其實主要是來自上市櫃 他們有滿手的錢 來自於股市的中石戶 這些錢他們沒有流向台灣的這個產業的 推動的動能 全部都流向了房地產 流向了股市 我現在在問院長 你怎麼樣把錢引導到 投資到年輕人的身上 如果是來源是希望從個人儲蓄裡面 他就是用群眾募資的管道 我給你一個建議好了 可以參考一下國外的法規 英國在做新創事業的時候 因為有非常多有錢人 他們是有大量的這個錢 是沒辦法妥善的投資的 他們鼓勵這些人 投資新創事業 有稅相關的減免的一些條例 那所以說我也希望這個部分 可以請就請院長幫忙 就是是不是也能夠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同時給本席一份報告 好的 那請問一下院長可以什麼時候給 一個月好嗎 一個月好沒問題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請教一下 下一頁 我想要請教一下這個院長 知道台灣目前本國銀行 在這幾年的這個銀行禁止報酬率 大概大約是多少 銀行禁止報酬率 對這個領域我不熟悉 那是不是有財政部或是經管會的可以協助 請進行回王主委 請進行回王主委 應該是12到15% 請問一下12到15%正不正常 正不正常啊 以你的專業正不正常 而且每年都在上升 這個我們可以用國際的數字來比較 我們希望它能夠更高 你們希望它能夠更好 你們知道現在剛剛我才提到 台灣的GDP現在只剩下1.47% 銀行每年的獲利率 還有10%以上 你們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你們知道銀行主要的收入來源 是哪些部分 現在銀行因為利率非常的低 所以銀行現在它的主要來源 是來自於它的放款的利息 或者是它可以做其他的相關 譬如說跟保險 或者是其他的金融機構 做的這個手續費 跟其他業務的部分 事實上主要的收入來源 每年成長的是手續費 那這個利率的來源 利息來源遍地的原因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銀行它不放款 銀行它不放款 政府說要推動創新創業 可是本席在民間看到的 上了創櫃版的企業 借不到錢 信保基金已經值保的企業 借不到錢 社會企業借不到錢 銀行都只想要賺它的手續費 因為手續費很快 很好賺 Easy Money 可是手續費為了賺手續費 卻讓台灣的這個數位金融的發展 一直遞延 甚至就是直接開放支付寶大舉來台 台灣的銀行幫助國外的企業 中國的企業來打壓台灣的企業 院長你覺得這是不是很奇怪 銀行他們要在這個商業上面跟誰合作 我們不會去干涉它 這是院長講的 銀行在商業上面要跟誰合作 你們不去管是不是 好 去干涉它 不去干涉 好 其實剛剛 對 就是因為不去干涉 好 所以呢 銀行業就自己搞自己搞自己的嘛 好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台灣的投資動能非常的不足 銀行還在過去這兩年 好 尤其是金管會帶頭 帶著銀行去打亞洲杯 好 院長我想問你 你知道今年 亞洲杯台灣銀行在海外的這些投資 負險大約估值是多少 我可以不可以先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剛剛 不要先回答我這個問題 台灣銀行一家嗎 不是 台灣的銀行 打亞洲杯的所有銀行 目前海外資產的這個 亞洲杯的那個負險是多少 多少金額 沒有這些資料 目前手邊沒有 沒有資料 現在手邊沒有資料 我可以拿就是 明天或者是什麼下個禮拜再去跟您報告 我直接跟您講 惠玉姓平 大約估是一兆 一兆台幣 今年高達一兆 你們知道這一兆主要的風險來自哪裡嗎 一部分是對岸 來自中國 來自中國 我們台灣的銀行 在這個金管會的鼓勵之下 去打亞洲杯 在東南亞 在中國 布局 然後就是為了要 說是為了要服務台商 我想問一下 請問你們知不知道 他們服務的對象 真的是台商還是中資企業 後來金管會有去管制一些銀行 有些銀行還被停了一年的權利 為了這個曝險太高 金管會有進去干涉 我想問一下 最近 美國的這個一些數據指出 一月份 中國的熱錢 外逃 高達 一千一百三十億元 甚至連知名的首富李嘉誠 都開始搬空在中國的資產 可是我們台灣卻帶著銀行 把台灣的錢搬到中國去投資 去讓他們那邊的人可以創業 去提高他們的薪資 去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 院長你覺得這是不是很奇怪 現在大陸這個經濟情況這樣子 我們的銀行其實也不是傻瓜 也不會說還在那邊 那個您剛剛講到說有人資金 離開中國大陸 我們其實我相信我們的銀行 也是有類似的做法 院長我覺得你搞不清楚狀況 去年才修過法 讓台灣的銀行可以擴大 投資的金額高達四千到五千億台幣 你知道嗎 可以擴大 但是他們是不是真的會去擴大 這個我還不知道 是 本系有個地方非常的不理解 本系想要請教就是說 剛剛院長有提到 銀行不受你的控制 那是他們的商業行為 但事實上 銀行在台灣要能夠成立 要能夠設立 是誰在發執照 當然是金管會 金管會 好 那台灣的銀行 我說在台灣本國內的銀行 拿台灣人民的錢 好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他的這個所要收入來源 不再是放貸的來源 而是收收收續費 還打壓了台灣的數位金融的發展 跟中國的業者打壓本土的業者 這個部分我覺得委員 你也誤會了 好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談這件事情 那現在台灣的銀行 拿了台灣的人的錢 不再做台灣的投資 院長你覺得這是很奇怪 這些都不是正確的說明 本系不是要去特別去講說 我今天不要銀行做什麼事情 我只在跟你討論銀行的社會責任跟道德的問題 因為台灣真的很缺乏投資的動能 我剛剛也跟院長報告了 在座創業的年輕人 社會企業家 還有很多的小微企業 他們甚至上過創櫃板 甚至拿到了這個信保基金的值保 但是都貸不到錢 院長身為一個行政院最高的首長 尤其是台灣的銀行 也是由台灣政府來發許可執照的 在這部分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來協助銀行 多去來支持台灣的這些 青年創業跟社會企業 或是中小的這種企業 我們的年輕人創業成功案例慢慢多了以後 銀行的保守心態就會降低 那在這之前 我們其實鼓勵很多創投進來幫忙 問題是在於說 院長我剛剛就提到了 你在協助青年創業的法規上面 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你難道之前 難道你之前沒有做過任何幫助青年創業的問題 青年創業的措施嗎 你沒有育成中心嗎 你都做了 你今天還講青年是媽寶 你今天還講說因為他們不夠好 所以銀行是保守 我講媽寶跟青年創業這個是兩個資訊 你這樣是前後矛盾喔 你這樣是前後矛盾喔 沒有矛盾 今天本期在問你的 你是不是有責任 你是不是有責任 去開發新的一個政策 來引導銀行 來投資 增加對內的投資 來幫助台灣人 我剛才跟委員說 媽寶跟現在我們在講的創業 本心問你不是這個問題 請院長就我剛剛回的問題回答 我先要跟著您剛才一直給我戴帽子這個錯誤 我希望院長就我剛剛問的問題回答 我剛剛也回答過了說我們先鼓勵讓我們年輕人成功 讓銀行的保守心態降低 我剛剛已經跟院長講過了 你們的確做了但是不成功 那你是不是可以重新 那我先問我先問院長 好你說你做了 那你有哪些政策是導引 導引銀行的資金來投資年輕人的 你有嗎 我剛才說我們先從創投下手 你們從創投下手怎麼做 我們鼓勵創投啊 我們跟創投做好多 銀行跟創投是一碼子是嗎 銀行跟創投不一樣啊 銀行跟創投不一樣 那你怎麼鼓勵創投呢 因為青年創業的風險很高 所以這個創投事業比較適合進去 那銀行業者在剛剛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比較有保守心態 那如果說創投比較成功以後 銀行再進去 本席同意你說 本席同意你說 新創的風險高 但是我想就叫一個問題 我剛剛提到了 台灣的銀行打亞洲盃對外曝險 今年會高達一兆 根據金管會自己的算法 最嚴重的這個損失高達792億元 這是在2014年2015年的數據 我想請問院長 投資中國跟投資台灣年輕人哪一個風險高 要看對象 要看對象 院長你連肯定的答案都沒有 當然是投資台灣的年輕人風險低啊 不是嗎 現在台灣已經缺乏銀根了 我們要如何把這個根留下來呢 我希望聽到的是院長給我這樣子的回答 我們的台灣的銀行有投資我們年輕人 請那個文王主委說明一下 委員我剛剛我要特別更正一下 其實台灣的銀行並沒有要 並沒有不協助年輕人 而且從剛剛提到的這個 群眾募資還有創櫃版 其實也都協助非常多文創 還有年輕人產業 在創櫃版現在有83家 一開始的時候有192家申請 所以我們現在有83家 成功的募集了10.8億元 而且在銀行的部分 我們對於文創跟年輕人的貸款 是用特別的低利率 而且我們在這兩年的成長 都是成長兩倍以上 所以銀行儘管會有鼓勵銀行 貸款給年輕人 而且儘管會透過群眾募資跟創櫃版 協助年輕人創業 這個部分有非常大的成效 主委我想你是沒有聽過 民間創業界在怎麼講創櫃版的 創櫃版主要是打品牌用的 不是募資用的你有聽過嗎 我們承認創櫃版在目前為止 有一些可能執行上 有一些細節上還可以再強化 可是對於他的成果本身 協助年輕人跟協助創業的部分 其實是有明顯的成效 事實上我還是很肯定 過去大家的努力 但是本期是希望 就是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詢問跟情意 希望是說能夠對台灣的青年創業 能夠是發揮的更好 也希望把問題點出來 那所以說縱觀我們剛剛去 review了這些台灣的這個 從人才資金法規跟銀行的 種種問題 我想問一下院長 你覺得台灣會有 臉書的主客博嗎 會有什麼 台灣的台灣會有臉書的 創辦人主客博嗎 我們會有足夠創意的年輕人 像主客博這種 但是台灣的市場 撐不起一個臉書或Google 院長我對你真的很失望 虧你還是從網路借來的 網路的創業 網路的創業會有將見嗎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做網路的創業還需要講市場大小嗎 做網路的創業還需要講市場的大小嗎 網路創業的特性就是國際化啊 你既然這樣子告訴我們的年輕人 難怪你覺得我們年輕人都扶不起了阿斗是嗎 你又再戴帽子了 在院長你這樣子的想法之下 本期其實蠻悲觀的 其實真的蠻悲觀的 因為台灣不會有主客博 你這樣想我也很遺憾 而且我更傷心的部分是說 從剛剛我們一系列的討論 跟探尋這些等等的問題 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真的很可憐 創業就變成打工宅 台灣不會有主客博 院長你說要推動產業的轉型 我覺得也非常的困難 我們鼓勵他跟國際接軌 到國際市場上就有機會 但是不能只靠台灣市場 是 那最後我還是再謝謝各位 那我還是再一次肯定各位的努力 我相信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經濟的存亡跟台灣 真的非常稀奇的相關 我也希望說剛剛在我質詢過程裡面 跟院長救教的這些問題 希望院長能夠真的嚴謹的來給我一個回答 因為創業家的時間跟人生是不能等的 台灣有很多的年輕人他們現在 泥沼裡面需要我們的幫忙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謝謝余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報告委員會 謝謝